時間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如果沒有時間管理 不知道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呢? 現在計時真是話那麼容易 不知道古人以前是怎樣計時 怎樣抱擁每分鐘? 讓我訪問一下館長溫書 不說你不知 古人以前計時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中國人在很久之前 在計時這個領域上已經很有學問 古人憑著一盞茶、一煮香 或者一個太陽就可以規劃每天的工作 今集我們先看看平民如何規劃他們的時間 我知道古人會以自然現象 例如太陽的運行軌跡作為基礎 去製造各種計時器 館長 我知道你是時間達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中國古代測定時間的計時儀器 和現今的儀器又有什麼分別呢? 古人的儀器真是很有智慧 你有沒有聽過龜表呢? 龜表我有聽過 它是一個最古老又最簡單的天文儀器 物體在太陽照射下會投下影子 在一年裡影子會有規律地變化 龜表就是一個幫助觀察影子長度變化的工具 可以用它來幫助確定日期 沒錯 其實龜表設計很簡單 龜是指伊南北方向平方的兩尺 表是指樹立垂直標竿 用龜表我們就知道每日正午的日影長度 這樣就可以推斷出日子和節氣 好像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等等 這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仿製品 就是一個例子 哦!立竿見影這個成語就是這樣來 日子他們就這樣計 那計每日時刻的工具又是怎樣? 日軌就是平民每日開工收工的指標 日軌由軌針和黑有黑線的軌面組成 分為地平式和尺度式 太陽每日很有規律地東升西落 所以我們只要觀察鬼針在鬼面的投影 就可以知道時間了 那不是天天都這麼好陽光的 打風又怎麼辦? 晚上收工又怎麼辦? 如果沒有太陽 以滴水速度計時的漏湖 就可以幫到你手了 初期的漏湖設計較簡單 是一個底部有細孔的壺 壺人通過量度壺裡面剩下的水量 來估計時間 後來出現了多級式銅湖滴流 依次序由高至低供水 可以保持水位相對行定 計時就更加準確 那打風、下雨、沒有太陽 都知道怎樣分配時間 古人果然高手在民間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平民版講完 下集不如講說皇帝有沒有更精巧的計時工具 拜拜 親愛的水量 照片 親愛的水量 親愛的水量 你不想參考